耗资1.5亿三年拍摄间死了三人 看过的人都感到胆战心惊 本期历哥带来电影《吉道者》 为其八大考验 力之涌现 天之降生 地之觉醒 水之生灵 风之涌动 冰之故节 命之主宰 终极信任 传闻只要完成这八大考验就可以灭盘新生 约翰尼尤他即将跟着伯迪接受风之涌动的考验 伯迪这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 而且已经完成前面三项的考验 对于外来者的尤他 团体中人持观望态度 生死之间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勇气 经此一行团队接受了他 在下一次冰之故节的考验中 他们来到了意大利 从山的巅峰滑雪 这场考验激起了尤他内心的渴望 他不顾一切 不顾生死往下 虽然危险但是刺激 众人跟着他有的激动有的害怕 乔尔德因为恐惧不小心从山峰滑落 尤他看到这一幕 想起了因他而死的杰夫 他把所有的错揽到自己的身上 伯迪拍拍他的肩 每个人只需要为自己选择的陆负责 伯迪他们活化了乔尔德的尸体 举办了盛大的篝火晚会 尤他望着这一幕若有所思 他们穿戴好装备 带着尤他去做了一件 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炸衫 矿原地挖出大量的金子 通过卡车运输 伯迪几人早早规划好路线 将炸弹埋在山间 抑郁将自然给予的一切归还 尤他不仁看无辜的人失去性命 他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FBR探员 他的初衷就是抓捕 伯迪这一群奇特的亡命之徒 劝阻伯迪回归正道 结果自然是失败的 伯迪告诉他 他早在跟他见面的第一天 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只是不想让别人决定 有他的命运 才想着激发真正的他 前来接应的帕帕斯探员 早就预料有他的失败 他买好机票 想要送由他回去 由他拒绝 他知道伯迪他们不会放弃这些挑战 虽然冻结了资助他们的 埃尔法里克的账户 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他们需要钱 最快的方法就是抢劫银行 由他识破他们的计划 抢占先机 打得伯迪他们措手不及 烟消弥散 枪林弹雨竟然是无数的牺牲 由他也开枪了 却没有打中伯迪 而是沙姆萨拉 这个风情无限 自由热情的女人 他是伪奇的养女 也是他爱慕的人 由他同时所爱 将一切怒火算到伯迪的头上 他发誓一定要亲手抓捕博迪 博迪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完成终极信任的挑战 这一次他来到了 委内瑞拉的天使瀑布 也是博迪的出生地 想要做自己的命之主宰 那就是反重力 既无保护攀岩 由他追到了这里 博迪和哥奥梅特爬上了瀑布 由他见次也攀岩上去 过程之惊心动魄 哥奥梅特受不了这种刺激 松手坠落 而由他和博迪 成功完成了这个挑战 没想到博迪 随之从天使瀑布跳落 消失在水中 几个月后 在太平洋的科尔特斯浅滩 狂风暴雨 浪打得百丈高 这时海神充满怒气的咆哮 一艘渔船坚挺着 仿佛飘落般的树叶 无力弱小 由他从直升机上降落到船只 果然发现了一脸兴奋的博迪 水之生灵 本应在法国就该完成的挑战 却因由他的抢浪而失败 一命换一命 由他看着欣喜若狂 毫无畏惧的博迪 同意让他进行这个挑战 博迪数年地绑好绳子 设定好前行的方向 踏上滑板 走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这一刻他虽渺小 却又强大的无人匹迪 激情岁月中逝去 由他也找到了 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束缚他内心的自责感 烟消云散 雪山之巅 他顺风而下 想起博迪的话 极限运动并不是为了 个人私利拿生命冒险 而且让我们比现在更加的优秀 他想他有些明白了 生活平淡 生命热血 一念之间 生死不顾 极限运动是很多人的心头号 他们热爱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生活太平淡 社会太舒服 仿佛只有在极限挑战的过程中 他们才会体会到为数不多的快乐 而有些人是惧怕的 没有人不惧怕死亡 也没有人不惧怕痛苦 极限运动因人而异 只是希望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 不要轻易挑战 也希望在做这项运动中 你能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雷哥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